主料,嫩豆腐4块,肉泥50克,蒜2半,主料,香葱末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肉泥用少许的盐,生抽,料酒,胡椒粉和花椒粉腌制15分钟,嫩豆腐切成小块,放入热水锅中焯烫片刻,全力加点盐,可以让豆腐更筋道,蒜多成馍,热锅少油放入腌制好的肉末调制变色,加入蒜末继续炒出 香味,放入豆腐丁轻轻的翻拌圈圆,加一勺生抽,少许的老抽,糖和适量的水,烧烫后转中火慢5分钟,起锅前淋入香油,加点鸡精,撒入香葱末即可,烹饪技巧,无语,一,稍微慢吃,可以让豆腐更好的入味,另外老抽不要放太多,增色作用,二,这种嫩豆腐,感觉比味豆腐嫩,但又比那种大块的南豆腐Q性, 四片叠加菜一起卖的那种,只要一元钱,但非常适合烧制,豆腐的营养价值,真正实现小投资大回报,豆腐被称为独一清热的养生食品,常食,可清洁肠胃,清热乱造,瞬间止渴,苦中一气,非常适于热性体质者调理身体,豆腐还可以预防癌症,骨质疏松,老年痴呆, 肝功能的疾病,洗脑血管疾病,藏鸟病,动脉异化,山峰和流行性感冒等,豆腐中的大豆乱灵汁,还有抑郁神经,血管,大脑的发育生长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